中国戈壁沙漠地形和环境都和火星非常相似 中国太空西计划因此在那里打造了火星模拟基地 昨天也首次开放让大约100名学生参观 亲身感受在火星活动的感觉 提高他们对宇航研究的兴趣 也鼓励他们勇敢追求自己的宇航梦 荒芜的平原 一望无际的土色橙黄 这就是火星的风景 平原上有一座白色建筑物 难道人类已经成功登陆火星 在这个神秘的行星上建造研究基地了吗 其实这是位于中国戈壁沙漠的火星一号基地 昨天首次对外开放 让大约100名学生前来参观 体验在火星上走动的奇妙旅程 我认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环境 是刺激青少年勇气探索的这种决心 包括他们能够在这能感受到 原来航天员这个职业 如果我想在火星有一天生存下来 是很难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不是想让它光是热爱航天 我们希望它是通过对火星模拟生活的感受 能唤起它们对现在地球能有的生活的珍惜和保护 这里的地理面貌以及气候和火星非常相似 还有类似行星表面常见的巨坑 宇航员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模拟训练 很有意义吧 就是感受到了 就是确实感受到了 在火星上生活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由太空西计划打造的白色基地 有个圆形主建筑和九个模块区 当中包括生活区 控制室 温室和气霞等等 到访的学生还可以穿上太空服 在基地四处走走 一圆他们的宇航梦 因为觉得面来星空什么的都很漂亮很神秘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有一次组织去开航天栏的报告会 然后见了一些航天员 听了他们在太空的就是什么操作啊 是不是在太空的生活的方式啊 听了以后就真的想当一次航天员 目前火星一号模拟基地 只开放给学生参观 太空西计划预计会在明年 开始对外公开基地 让各地游客体验和探索火星 而致力扩大宇航研究规模的中国 也会在明年首次远征火星 也会在明年还有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